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自愿牺牲自己的事业 只为让丈夫能够心无挂念地努力 正是因为这样才创造了那些幸福的家庭生活 如今随着TVB老戏骨们的淡退 再加上少有优秀的心神能够接替 所以神们越来越怀念那些老戏骨 在他们身后默默付出的另一半 也同样得到了神们的关注 我们都知道 很多艺人在退休之后会选择去国外养老 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曾经有过一次移民潮 TVB最年长的师弟夏宇就是其中一员 近两年的时间夏宇鲜少显身荧幕 如今他在国外 闲暇时会去探望同在当地生活的老朋友 此前就因为去探望高雄和马宗德 还在花园里拍摄了一张有趣的合照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去年底 他曾短暂回港 一众老搭档对他很是想念 纷纷请他吃饭 陆其风特意在豪宅设宴 邀请他与李思琪 卢海鹏等好友聚餐 想来他的晚年生活也非常惬意 不过竟是有网友在社交网上分享了一段关于他的视频 曝光的画面中他穿着白色T恤 戴着棒球帽 看起来精神不错 虽然已经75岁 但步履矫健 言语也是鸿锵有力 不过当下疫情仍然严重 不戴口罩的行为 也是遭到了大量网友的批评 身在国外 更应该注意对自身的防护 其实他对着镜头说 我现在就在地华纳 墨西哥的一个边境城市 这里有一间咖啡馆非常著名 别看它面积小 就是这间了 进去看看先 进入之后他便开始介绍这家店面 还直接从吧台拿了一杯珍珠奶茶 看起来十分的熟练 随后他又介绍这家店面的经营情况 成这家店成天都爆满 要排很长时间 因为我是认识他 所以不用花钱 还可以收广告费 从其话语中不难了解 他之所以拍视频 主要是为了宣传好友的店面 所以根本就不用花钱 不过看起熟悉的模样 好似对当地的环境十分的熟悉 很多网友因此猜测 他有可能已经移民墨西哥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熟悉 其实他的移民也是有迹可寻的 早在去年的时候 内地某一经纪人在社交网上 以TVB明星夏宇祖屋为题 介绍了一趟豪宅 开价550万 由此舍来网友热议 该栋独立屋位于月秀区海珠北路 全屋约两千尺 不少网民发现 有多位地产经纪都介绍同一单位 更质疑业主是否真的是夏宇 虽然好多人讨论 但单位就是一直无人问津 实际上夏宇一向爱美专头 曾有传闻指 投资有道的他 曾在七年内售出三个单位 获利过千万 更有传他身家过亿 是圈中的隐形富豪 而卖屋这件事 虽然没有得到正主的承认 但这些小细节却说明了一切 不过无论如何 他的生活都是很幸福的 就在不久前 他的儿子黄奕晨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多张母亲马慧玲年轻时的美照 大三父亲当年很有眼光 留言称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神 生日快乐 我爱你 别人说小的时候不好看 长大了之后好看一些 为什么这个女的会从小到大都这么好看 公平吗 从他分享出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小时候的马慧玲长得十分可爱 大大的眼睛 再加上浓密的眉毛 实在是非常的讨喜 而长大成年之后 他从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蜕变成了非常有气质的女神 还被大家称之为冰山美人 不过说起马慧玲过往的经历 相信很多网友并不熟悉 她是TVB电视前议员 之所以与夏宇认识 是因为一同演出了欢乐经销 当时的她所饰演的角色大多是一些配角 因此铭记不算很大 婚后为了可以支持丈夫的饰演 更是选择做对方背后的女人 在家相夫教子 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将她给淡忘了 夏宇负责养家糊口 而马慧玲则是一个人待在加拿大 照顾三个孩子 因此夫妻二婶也经常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 不过虽然长时间地处在分隔两地的状态 但这完全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 他们可以说是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模式 在家庭上 夫妻俩互相合作 在各色的岗位上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各司其职 同时也配合得相当不错 另外虽说马慧玲一直生活在加拿大 但对于在香港发展的丈夫 她可是时时关注着 一旦对方有什么新的作品 都会在第一时间收看 在远方默默地支持着对方 不得不说两人之间的相处模式还是非常有趣的 或许在有一些人看来 对于这种模式是不理解的 但每一对夫妻都有他们自己的相处模式 夏宇夫妇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年时间 自然是有机独特的方式 感情基础也是越来越深 而说到老戏古夏宇的演艺事业 爱看TVB的观众们当然不会陌生 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 就当属作品《舍雕英雄传》 《唐新风暴》《之佳好月圆》 《秀才爱上冰》等系列 虽说看上去作品很多 但它一路走来却是充满了艰辛 1946年 广州一个家境阴水的家族里 夏宇出生了 他的爷爷曾经一手创办了 昔日享誉广州的红棉制造厂 旗下分布还有红棉卷烟厂 红棉饼干厂等 可见家族还是民族实业家 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家道中落 由于当时处于民国时期 一夫一妻制还没有大理归行 富商爷爷就和赌王何鸿燊一样 沿袭旧社会的封建制度 一共娶了四房太太 夏宇就是祖父和二房太太的孙子 作为大家闺秀的二房太太 娘家一样是家大业大 父亲是广州响当当的民国大律师 虽然家境不错 他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妥妥的富三代 不过这样的美好生活 却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内战爆发 人们生活处于水生火社之中 1962年 由于生活所迫 16岁的他一个人闯荡香港 初来乍到边做苦力 边找落脚的地方 一天他阅读报纸 偶然看见邵氏的南国实验剧 短训练班招演员的信息 惊奇之下顺利报了名 到了面试那天 凭借在内地时学校学习的画剧工地 他成功通过了面试 在那个年代 相比高大帅气的一线影星 比如月华 狄龙 江大卫等巨星 他的身材和长相明显是短板 好在是演技过影 在上市影业里跑跑龙套 生活也还过得去 不至于过得太艰苦 那时还年轻了他 性格比较不定 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冲动形式 于是属于他的外号 情经线就这么传开了 70年代初 不同于电影形式的长篇电视剧开始火热 更加符合观众的胃口受到欢迎 而夏宇也趁机顺应时势 抓住机会 果断从自己没有优势的电影 转战到了影评当中 他通过力敌进行吊板 加入了TVB 在《明见风流》这部电视剧中 因为饰演于佩玉这一角色 而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在TVB期间 观众对他比较有印象的是 在《八三版射雕英雄传》 和《沈雕侠侣》当中的《秋楚金一绝》 此外他主演的电视剧《横采三千万》 一样十分受观众欢迎 但所有这些都不及躺心风暴 在观众中的知名度 1997年 也许是向往国外的生活 他带着全家移民到加拿大 不过移民到了加拿大的他 明显感觉水土不服 国外的月亮并没有比国内的圆 而且生活成本显然比香港还要高 长此以往下去可不行 于是三年之后 他决定回到香港 并且重新到TVB工作 不得不说选择回归是明智的选择 2005年 他夺得了自己人生第一个演艺大奖 凭借田孙爷爷中的出色表演 拿下了最佳男配决奖 之后当投资者还处于金融风暴的漩涡中时 他已经凭借唐星风暴之家好乐园当中 正义搞笑地揪爆一决 击败了同样在剧中外号是管家仔的林峰 用夺了TVB试地的宝座 后来他和院琼丹 麦长青等一人 时不时活跃于广东电视台的各种节目中 经常到全省各地演出 只不过现在广东电视台 经黄不接的状态 他们也大都因为精力跟不上 而渐渐选择了隐退 从16岁开始到现在 下雨的人生可谓是风风雨雨 一开始都为了生计和梦想奔赴香港 到年过半百 不得不为了生计再次回归家乡 几十年来兜兜转转 忙忙碌碌 他的人生大起大落 十分辛苦 但好在如今 他能够安心退休 享受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了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能够看到他在荧幕中现身 也祝愿他能够顺心如意 每日喝茶 聊天 过上畅快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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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打赞 请不吝点赞